欢迎收看亚洲很想聊 我是代中人 我是上官乱 在前几天是中华民国的国庆 当时在国庆大会上的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先生 他发表谈话 他说中华民国曾经在国际社会被放逐 但是台湾人民从未自我放逐 他也重申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人民 我们可以说赖总统他的立场十分的坚定 也释出了善意 不过中共会接下橄榄枝吗 大家发现赖清德先生这次提到的台湾的次数 比提到中华民国要高出七倍 但即便如此 大家也会发现赖清德总统他提到中华民国的次数 比前总统蔡英文要递届的国庆元素 都要多出的很明显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发现这次的主题还叫 团结台湾共援梦想 那么所以其实大家这次有共识就是 赖清德之所以提出要团结台湾 是否意味着台湾内部仍然还缺乏一些政治共识呢 所以也是赖清德他释出了极大的宽容和团结多元的共识 来团结所有的政党 那么这个对现在台湾的执政党来说呢 是否仍然是一个挑战 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接受我们的采访 那就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先生 余教授你好 三公团小姐好 欢迎这个茂春兄上我们的这个节目 我相信那个赖总统这个谈话当时你应该都看过他的这个全文了嘛 好奇的想请教我一件事情 在台湾那个赖总统的这个谈话演讲 我个人认为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说可能是 历年来总统这个演讲当中最精彩的这一次了 他很特别的是 以他是一位民进党出身 那么获得最高票的这个当选的这个总统 他在这个演讲当中他提到了过去 民进党人士不提的辛亥革命运动 OK那么可以说他从辛亥革命运动一路贯穿台湾的这个社会民主运动 我想听听看你的看法 就是对于这个前所未有的台湾的这个总统 那么这种谈话你个人有什么样的观察 大先生你好 那么我觉得他的谈话的内容呢 没什么特别的出格的地方 就当他表达的方式呢 非常的这个有感受力 有感染力 这就是民选的总统就是他酒精锻炼 然后呢用一种非常简洁的语言和他的语气 来表达非常复杂的一些政治情节和政治理念 这个呢我觉得这个这个民主制度有关 那么你刚才讲到他说的很多这个辛亥革命 实际上他这个不仅提到辛亥革命 他还提到古临头战役 他还提到这个就是当年的国民党所领导的这些 这个为了反对这个专制独裁 辛亥革命 为了这个反对共产党的这个统治反共 那么他承认这些国民党的人做出的浴血牺牲 都是为了一种理想来这个 来奋斗的 那么他提这个的问题呢 就是后来他转到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他有一个主意 就是我觉得赖清德主义啊 他最根本的就是落地生根主义 他说不管是哪个地方来的人 不管你的政治背景如何 你是从大陆来的或者本地来的 或者是海外来的移民 你到了台湾之后 这就是你的国家 你落地生根 然后呢你在这个国家 你付出了一辈子的辛苦 你付出了一辈子的代价 那么你到了这边建设新的家园 我觉得这个落地生根主义呢 我觉得是他的这个讲话中间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呢 也显示出这个新选的总统赖清德先生呢 他有一种比较这个大的胸怀 他承认这个国家的过去 但是呢更加注重现实和未来 我觉得这一点呢 就是我看到他的讲话中间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而且他这个把这个讲的是 非常的这个明了清楚 没有任何模糊 赖清德他对于整个讲话中 他对于中国的态度 我觉得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突破 就是他不仅是对中国释放出善意 尤其是我觉得他还在某一种高度上 应该是提出这个呼吁和要求 比如像他提出中国应该因应气候变迁 防止这个传染病 维护区域安全 甚至还呼吁中国应该回应世界的期待 就是结束俄乌战争和中东冲突 其实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是 赖清德的讲话的话 我们很可能会以为是美国总统的讲话 就是他跟中国是完全一种 对等的平等的谈话的姿态 那么你觉得他这一番 其实有着一种世界公民的风格的讲话 中共能听得进去吗 中共听得听不进去 这个不是一个问题了 因为他从来就不听别人了 你刚才讲到这个 赖清德先生他讲的这些话题 是世界性的话题 是世界民主社会的一个话题 所以说你说他跟这个 讲话跟美国总统讲的差不多 这确确实实在讲 不仅是美国总统 全世界基本上比较有这个 世界意识 现代意识的领袖人物 都是这样讲 你接触俄乌战争 这个不是这个台湾一个国家的议题 也不是美国的一个议题 是全世界人民都关心到这个 当然俄乌战争跟台湾很有关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这个俄罗斯侵犯乌克兰 他是这个和中共想侵犯台湾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侵略的逻辑 就是说这个同源同根的人 如果说他建了新的国家 我们不承认 不承认他新的国家的意思 那么你要说俄语 你要是有这个共享的过去 那么这就是我们可以侵略 这个征服你的一个借口 那么当然这个呢 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你刚才你们两位都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 赖金德先生说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代表台湾 这个代表很有意思 我想了半天 我觉得这个反映出很多深刻的问题 共产主义 它的一个核心的东西 就是一种代表文化 它想代表全人类 你读共产党宣言 共产主义运动就是要代表全人类 向一切的邪恶的资本主义世界 发动一场圣战 那么这种圣战呢 当然它这个 苏联没有打赢 也不能起到领导的作用 所有的人 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垮台了 那么中共呢 现在是一枝独秀 它觉得自己呢 是这个肩负着代表全人类的重担 所以说你看习近平他讲的东西 他就要去向全世界指明方向 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以说他这种代表文化 很深 根深蒂固的 他总是想代表别人 那么就切实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什么人有资格去代表别人 这个呢 很有意思 赖兴德先生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代表台湾 台湾人民 这个说的很对的 赖兴德总统可以代表台湾人民 因为什么呢 他是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 所以说这个代表权 应该是和政权的合法性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中国共产党他根本就没有合法性 他不仅仅不能代表台湾人民 中国共产党还不能代表中国人民 所以说因为他这个政权的合法性 就没有的 这个就是说 你比如说 在台湾 我还在国庆的典礼上 我还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 韩国瑜先生是国民党籍的 他是立法院院长 他是做主持人 然后在台上 有这个侯友宜先生 侯友宜先生是上次代表国民党的一个总统候选人 他输掉了 就是说 你很难想象 侯友宜先生 输掉了这种总统选举 他可以站出来说 我代表台湾2300万人民 做什么什么事情 除非他是受合法选举的总统 或者他行政当局的授权 他代表 那么中共没有任何人给他授权 没有人民给他授权 他怎么能够代表台湾人民 连中共自己的人民他都不能代表 所以我觉得这个代表权是很有意思的 这是一种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 中国人总是想代表别人 因为他是这种共产主义的 这种圣战理念的一个结果 那么其实正如您刚才说的 中共是谁的话他都听不进 就哪怕这番话真的是美国总统讲出来 他也不一定听得进去 所以这次我们看到 赖清德的国庆讲话之后很快 这次很奇怪 上次在侨胞晚会上 就是赖清德的祖国论刚出来的时候 中共好像真的一点措手不及 两天才回应 但这次他第二天就回应了 然后回应了呢 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陈词滥调吧 就是还是 再次强调赖清德是台独 然后这个鼓吹互不立属的新两国论之类的 所以其实我就很好奇 就是面对赖清德这一次 他的国庆演讲上这么重大的突破 就是然后有这么多在表述和论述上面的进步 但是呢 中国方面好像他的态度并没有做任何的调整 就是你觉得为什么中共会视若无睹 他是不是故意就不想让这个赖清德这番讲话 有任何的影响力还是出于其他的什么目的 我觉得那清德总统他的内容上 在他的这个理念上 他这个讲话根本就没有什么突破 他只不过是在这个讲法上 在这个他的这个演讲的过程中间 把这些一贯的政策和理念 更加清晰化 讲得非常的突出 更有重点 你比如说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 忽不地属 这个不仅是他讲的不是新的 蔡英文总统讲了好久 一直在讲 连马英九先生的这个 这个他讲的其存在性都很有怀疑的 这个九二共识 里面也是包含着两个政府 互不地属的那么一意思 因为他就说九二共识 所谓的九二共识就是说这个 一个中国 但是呢 各自表述 各自表述它没有一种高低贵贱的等级概念 就是说你个人说个人的 它也包含着这种 两个政府互不地属的那么一个概念在里面 那么这个呢 不仅是个概念上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个现实的问题 现实就是这样 中华民国 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在台湾 它这个七十多年以来 它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地属不地属的问题 两个国家互相之间 搞自己的这个 治国的理念 搞自己的这个行政系统 就好像两只鸟一样 中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只鸟 那么台湾是一个比较小的一只鸟 你可以叫麻雀 麻雀虽小 无脏俱全 它什么的政府职能里面都有 有自己的国防部 有自己的外交部 有自己的这个经济部 有自己的这个行政方式 它关键的生活方式 跟大陆就完全不一样 不仅是不能地属 台湾的生活方式比大陆还要高级 还要现代化 所以我觉得这个 说这个两国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 忽不地属 根本就没有任何疑问 不应该是觉得这是一个新意 这是这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一种反应啊 另外一点 就是说这个 刚才我再补充一点 我想到另外一时想到一点 你要说代表文化 代表文化很有意思 那么中国共产党 它对人民进行灌输 灌输它就代表 觉得自己强代表别人 所以这种代表文化 在中国的一般的老百姓里面 是根深蒂固的 你比如说你找一个这个 你在这个比如说纽约街上 你就遇到两个人 一个是台湾来的 一个是大陆来的 那么如果台湾这个朋友跟你讲 讲话的时候 他总是讲话是代表他自己 他说我是什么什么立法人 我是这个觉得你讲话很好 然后呢 或者我的纽约呢 我喜欢不喜欢 那么 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呢 很可能就会说 我代表中国人民 感谢你说这番话 祖国要统一 然后这个 他总是有这种代表国家的意思 每一个中国人到海外来的时候 他开始的时候都觉得 他是代表了国家在说话 这就是代表文化 对 代表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精神污染 对中国人的这个 这种概念 他的思想方式 有很大的影响 这就是垄断意识 对真理的垄断意识 就是共产党的一个特质 所以我刚才讲到这个 赖兴德先生说这个 互不地鼠 互不代表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所以说 这个没什么奇怪的 其实一直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 虽然两岸现在 基本上中共 他是不会跟民进党的任何人接触的 但是呢 大家就认为 但是台湾这边 台湾可以单方面做到很多事情 然后把两岸的关系往前推一步 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 即使这个 呃 赖兴德释出了很多善意 但是呢 只要对岸不做回应 那是否两岸就一直都僵持下去了 是否台湾不管怎么努力 都没有办法改变某一点点的现状 呃 我觉得这个赖兴德相信呢 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风度啊 呃 中共呢 他一般讲的就是蛮目讲理 他说 就认定你就是台独 你不管你讲什么话 不讲什么话 他都认定你是台独的亡国分子 所以说你跟他讲道理呢 没有什么用处 因为他就认定你要坦白重复抗拒重言 觉得你就是一个 呃 你这个人本来就有问题 所以说你这么 再怎么讲 再怎么呃 呃 言辞上修饰一下 呃 讲重的讲轻的 他都不会信你的 呃 呃 而且马英九也有一种气阻 现在都看不出来了 他就说 因为他是民主选举的 他有这种合法性 所以他说起来呢 比较这个自如 比较这个 有这个 有弹性 而且这个 比较轻松 比如说 赖兴德先生 他说这个啊 我非常希望跟习近平先生 喝茶吃饭 呃 要占领台湾 那么到现在这个时候 呃 这种非常僵硬的这种 外交方式 呃 让全世界人民 都跌破眼界 中共越那么坚持 他越孤立 所以说这个呃 习近平 要向他的老子中 毛泽东学习 要有这种 天要下雨 人要 驾凉的那么一个胸怀 呃 台湾自己走自己的路 呃 然后呢 你把自己的国家建好 呃 政治时候要想 讲统一的话 呃 双方在政治制度上 政治理念上 这个 呃 做的差不多了 呃 这不就有这个谈判的基础吗 总要想去代表别人 我觉得这不是一种好的 自国的理念 自国的方向 嗯 呃 今天呃 接受我们访问的 这个余茂春先生 可以说是在这个新闻界 在美国政界被认为是 呃 在川普政府时期的 中国政策的这个顾问的第一人 一直借这个机会 我特别想要请教 因为您的背景可能跟 很多在台湾的人是 呃 不太一样 比方说 我从小在台湾长大 呃 我看台湾政治的发展 我还记得 大概在1978年的时候 哈佛大学的这个出版社出版一本书 当时是由 台湾叫做高利夫教授 他所出版的书 叫Island China OK 那本书曾经是这个很多沿袭 这个台湾或者是这个国际政治人都念的这个书 简单的讲在那个时候啊 很长的一段时间 台湾跟这个呃 中共当局在争夺 谁是正统的这个中国 这个战争是特别是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是一直没有停过的 也因此刚才阿乱在节目一开始提到说 这一次赖清德总统他的谈话的这个时候啊 台湾媒体就算 算他讲了几次台湾 讲了几次中华民国啊 啊的确是有差别的啊 那么甚至于说还去比较了赖清德跟蔡英文总统两个人 谁讲了台湾比较多 谁讲了中华民国比较多啊 的确这一次赖总统他讲了中华民国比较多啊 那包括你刚刚提到了 他讲这个鼓励头战役 讲的这个辛亥这个这个革命运动 这些一连串下来让大家觉得说 这个赖总统他是不是有这个转向 好我们把这个关注的焦点回到这个中国去 中国他一直强调了一件事 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这是他的老调 但过去这个中共啊 他并没有说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 但中国摆出来的这个姿态 他以当朝自居 他把中华民国视为前朝啊 好如果说如果说 在这次这个赖总统 他这个看起来 他的论述的这个基调有所改变的状况之下 就是如果台湾在未来一段时间 一直不断强调中华民国的话 你觉得老共会怎么想 那如果说中共 他在这个台湾强调中华民国的基础之上 愿意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的话 那会不会又会陷入了一个 所谓的内战的思考的一个对立的状态 这个问题啊 这个就是我们不断的在这个语言上 在这个词汇上 这个翻来覆去的 转来转去的 这个呢 你要真真真想起来的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但是呢 你既然提到这个问题啊 那我就讲 我想总结一下 要试一试啊 就说 关于台湾的国际定位 台湾跟中国的这个国际定位的关系的问题啊 它基本上就有三种说法啊 第一个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分 这是中国大陆讲的 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个 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个部分 不仅如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个部分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台湾的 中华民国呢 它的含义很广 它不仅包括台湾 还包括中国大陆 甚至还包括蒙古 这就是这个国民党基本上就持这种观点 那么第三种观点呢 就是说这个 就是现在说的这个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台湾就是这个 中华民国就是台风金马 这个是这个民进党这批人基本上比较讲的 那么大家想一想 在这种三种的说法中间 哪一个更接近于现实 哪一个更有这个理论上的这个合法性 第一种说法 说这个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这个跟现实 根本就是风马力不相及 这个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就是1949年以来的一个政府 1949年以来 哪一个地方 台湾的哪一个部分 就是或者中华民国哪一个部分 是属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 甚至连中华民国的这第二种说法的人 他们所所包括的外蒙古 中华人民共和国都都都不敢说了 所以这个呢 他理论上有巨大的漏洞 根本说不过去的 那么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讲第二种说法 就是这个中华民国 包括台湾 还包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么这样子的话 当然是很有气派的 这个 但是呢 这个有多少现实的这个可能性 大家应该想一想 不要总是在生活在这些虚幻的概念中间 要在现实中间寻找里的存在 要不然这样子的话 那么这个 我觉得这个 主张这种 主张这种理念的这个政党 它没有前途的 所以说这个要有现实感 那么第三种说法 就是说这个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台湾 就是中华民国 它包括这个台风金马 这个呢 是最有现实的意义的 你看大家讲一讲 这个 你连国民党这些人 他出来选举的这些人 他选举的是 中华民国的总统 中华民国的总统 就是投票的这些人 就是台风金马 如果你要真是觉得这个 你要觉得这个 中华民国 还包括中国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应该说 你到四川省 到山东省 到河北省去竞选 拉选票 这样子的话 你才有合法性 这个东西都不现实 所以说 你要从现实的眼光来看 这个中华民国 就是台湾 所以我想这个 赖清德总统 他讲这 这个提到中华民国 他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的 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个东西 实际上大家 稍微有点这个现实感 稍微有点这个理性的人 都会认同这种说法的 在词汇上 打这种 semantics warfare 这个东西 我觉得没有太多的意义 当然这个呢 有没有必要 肯定有必要 那么 他就刚才讲到这个 你说这个1978年 你读过一本书 对你影响很深 那个1978年呢 它是反映了一种 就是历史的一种 一个事件 那就是说 1971年的时候 那么 在联合国 有一场大战 这个大战呢 是一种 国民党 当时国民党政府 中华民国政府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 一场这个 理念上战争的一个 最高潮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就联合国讨论 谁有权力代表中国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是中华民国 在台湾的时候 那个时候代表中国 那么 通过各种各样的 这个运作之后呢 那么联合国就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以代表中国 这个概念 台湾就输掉了这个战争 所以说呢 这个呢 这对当时的中华民国 在台湾的一个 重大的外交上的挫败 我想 生活在台湾的人 你肯定知道 那么心理上的打击 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逐渐逐渐的 这个 这个联合国呢 他没有做出任何 文字上的说明 就是说这个 那么台湾的那个 人民 有谁来代表 就是说 台湾的人民 他当时他没有 得到代表 中国的那么一个 胜利 但是呢 台湾人民 是由谁代表的 这就是所谓的 2758号决议 没有解决的问题 这就是到现在为止 还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 这个 2758号决议 解决了 谁代表中国的问题 但是没有解决 谁代表台湾的问题 所以现在呢 就是应该想讨论一下 谁代表台湾 那么这个呢 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因为台湾已经不是 1971年来的台湾 他的生存的空间 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 他需要在国际上 得到一种承认 因为他在国际上的影响 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再有一点 就是台湾的这个社会 已经是完全脱离到 这个当时一党的 那么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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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框架 然后他逐渐逐渐走向了 一种成熟 台湾是一个非常成熟的 一个 就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所以说呢 这个呢 有很多历史一路上的问题 要解决 这个解决呢 这个路要走很长 天天慢慢慢慢 这个我觉得国民党 这个民进党 或者是外省人 本地人 他们都在达成一种共识 这种共识在这个 赖金泽先生前天的这个 国庆典礼上 就看得出来 有各党人士都坐在一起 同台出现 这个呢 就是韩国瑜先生 他讲的一话 他很有意思 他说这个 当然有点模糊性 但是我觉得 他还是讲的是比较真诚的 他说 中华民国是国 美丽台湾是家 那么国家 国家就分在一起了 他要再挑明一点的话 就是国和家都差不多 但是呢 这个可能跟他国民党的内部的运作 可能这个机制还有点关系 但是我觉得 他是说出了真心话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我觉得这个国际社会啊 应该给台湾 一种正式的承认和答复 这个毕竟是主权在明 台湾这个政府 这个国家 他有合法性 关键是合法性 对这种合法产生的一个政府 对世界上有那么重大影响的一个国家 他在这个 这个科技上 在文明的规则的制定上 在贸易上 他都台湾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虽然两千三百万人口 地方也很小 但是他对世界的影响 确实是非常巨大 但某一方面比中国还大 台湾是这个 比美国还要有影响 半导体 他基本上占垄断的龙头地位啊 这些东西我觉得都 都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回答 那么赖兴德先生呢 他代表是台湾人民的新生 不是讲他一个党的利益 我想他真正讲的这些事情呢 我想绝大部分的国民党的人士 也是会认同的 大家只要不拘泥于 这个过去 赖兴德先生他也承认国民党 对台湾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建国的基础 和存在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讲春中山 讲辛亥革命 讲古零头战役 如果没有古零头战役 中共可能就会 就会进攻台湾了 因为古零头战役 也是把中国打得焦头烂额的 因为这个 当时这个 国民党的守军 孤军奋战 把中共的三个团 全部解灭掉 这个呢 因为我是做军事历史的 所以还专门写过文章 讲古零头战役 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是 这个 孟春兄 您刚刚所提到这个 我就觉得更有意思了 因为刚刚 您提醒我们说 这个在台湾的人 不要生活在虚幻中 要在这个现实中 寻找这个存在 特别您刚刚提到 所以您觉得国际社会 应该回应台湾的这个存在 不论是中华民国 或者是台湾 不论在台湾的蓝营 或者属于利益当中 其实各有人嘛 一直不断的努力一件事情 就是您刚刚所提到的 要争取国际的支持跟认同 以您在这个 过去曾经在美国政府服务 以美国而言 你觉得美国 承认中华民国 或承认台湾的存在 可能性大吗 这样子啊 当然我刚才你说了 我对台湾人民的期盼 这不是我 这个作为一个外部人员 在这个指手划脚 我是很尊重台湾的意愿 基本上来讲 那么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 他对台湾人民 自由的选择的这个倾向 不做任何的这个参与 所以说这个 你们 即使说在2020年 是侯友宜先生胜利了 那美国也会同样祝贺他 不管什么党派 因为他是通过民主的程序 他是通过这个人民的声音 通过投票 非常震荡的投票的方式 产生了一个民选的总统 那么这个台湾人民 这个走出到这一步 确实是这个非常非常 台湾的政治是民主自由 这个大已经毫无疑问了 对对对 我想请教的就是 台湾人希望获得国际的认可 以您曾经服务过的美国政府 您觉得美国有可能承认 中华民国或者台湾的存在吗 这样子啊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 对华政策呢 对台湾政策呢 它基本上就是 有几个大的框架啊 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框架 就是他这个 要承认这种现状 这个现状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台湾的中华民国 它是完全是分隔开的 这是一种这个不同的存在 那么这个呢 这种现状 这就叫现状 所以说美国的基本的政策 就是不能用武力 来改变这个现状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那么至于说 这个怎么样走出这种僵局啊 互相之间都想代表 当然现在的这个政府 它不想代表中国 它就代表台湾 我想呢 关键的问题 就是美国的所谓的 一个中国政策里面 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说 任何台湾问题的解决的结局 都必须要由人民同意 当时说的是这个 两岸人民的同意啊 当然中国没有通过人民 来表示它的政治诉求的 那么一个机制 那么台湾肯定有 那么台湾人民的意愿 它是怎么样的 那美国一定会很尊重的啊 承认不承认 这个呢就是美国 基本上就是它对这个 台湾的地位呢 以前说这个好像是 台湾地位未定论 这个好像是一个 非常肮脏的词汇 这不是的 美国政策基本上 就是说这个台湾的地位呢 它确确实实要由国际社会 重新讨论 因为美国政府 它是坚决反对 中国政府对1971年的 所谓的联合国2752号 决议的这个解释 中国政府认为 2752号决议就解决了 台湾的贵属问题 2752号决议就一定是 已经是说好了 台湾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是反对这种说法的 这个是说的很清楚的 不仅仅是共和党人士这样讲 现任的这个民主党政府 也是这么讲 国务院多次提到这个问题 副国务卿Core Campbell 也不久前公开提出 这个反对中国的这种解释 那么东亚事务 主持东亚事务的这个助理国务卿 也曾经讲过这个 这个东西是两党的共识 所以说呢 我们希望的是这个 就是主要是 中共 他呀要这个 要有大力的凶环 面对现实 不要再把这种共产主义的圣战 再打下去 打下去对他自己也没好处 在过去 我请到这个问题是 因为在过去 民进党籍的这个总统 陈水平先生 在他任内 他曾经要推动 所谓的自觉的这个运动 当时这个自觉运动提出来的时候 美国当局是非常的不高兴的 当时这个小布希总统 甚至用 来形容陈水平总统 在您刚刚提到了说 台湾地位未定论的 那个时候里面 也传出来 美国那个时候 曾经想用用 孙力人来取代这个蒋介石的 那么一直这个历任总统下来 到了前任总统 就是中华民国前总统 蔡英文女士的时候 这个美国的政界 还有美国的新闻界 给蔡英文总统 有非常高的这个评价 认为她的高学历 认为她说了一口流利英文 同时她能够懂经贸 也懂得国际的这个情势 更重要的一点 他们认为蔡英文 知道分寸 知道底线在哪里 使得这个美台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的好 可是我们又看到 在这个赖清德总统上任的时候 在美国的新闻界里面 又出现一个新的肯定 但是带上个问号 比方说在8月份的时候 台湾的这个国安当局 就是吴钊燮跟外交部长林嘉隆 到美国进行高层对话的这个时候 英国的金融时贸就是说 这个会谈是十分敏感的 但是呢 美国有些官员私下忧心 赖清德缺乏外交经验 比蔡英文更加的难预测 好我想请教您 就是您在过去 那么长期服务在美国政界 以及现在在智库里面的研究 您觉得 就是哪一个总统 或者是台湾什么样的总统 或者是台湾的总统 他的做法要符合美国的利益 那么甚至这些利益 可能不见得是符合台湾的利益的时候 是重要的一个考虑 那另外一个就是 在过去台湾的总统 每次要碰到大选的时候 这些候选人都纷纷要到美国去 这个有人说这个是要去觐见的 那您觉得美国的这个政界 是如何看待台湾总统 那么在过去你的经验当中 你们会评估台湾总统 它是怎么样的表现吗 你刚刚这个问题啊 一大串问题啊 这个很多问题呢 因为涉及到这个 各个政府部门内部的一些 这个运作 它的思考 那当然我不愿意再公开讲 但是我想你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底线的问题 你说蔡英勇总统很知道底线 那么我觉得耐心的总统也知道底线 台湾的任何民选的总统 他都知道底线 那么底线是什么呢 底线就是说这个 这个美国也有底线啊 我先讲美国的底线 美国的底线就是 坚决反对用武力改变现状 五十年代的时候 六十年代的时候 不仅阻止中共侵犯台湾 也阻止这个当时国民党之后 反攻大陆 它最维持现状 那么现在当然反攻大陆不可能 不现实了也没提了 所以维持香港主要是反对 中共用武力征服台湾 那么这样子的话 这就是最基本的底线 那么在这个底线范围之内呢 你刚刚问主要是问到 美国的这个态度啊 那么台湾的民选总统呢 他也知道 没有必要打这个不必要的 这个大家很高的战争啊 那么你刚才讲 我可能就是说你想底线的 好像就是什么 宣布不宣布独立啊 就是这些事情啊 让中共这个 发脾气啊 那么我觉得这个美国害怕中共发脾气的这种 习惯的传统外交呢 已经逐渐逐渐在消失或者是萎缩 因为中共的脾气很大 他有的时候是发假脾气啊 有的时候是蒸发脾气 但是那么他这个 呃 你比如说 呃 你刚刚提到陈水扁先生 陈水扁先生他投 当然2000年的选举他获胜了 那么对中共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他就觉得陈水扁先生好像是一个台独分子啊 他要宣布独立 呃 中共最在意的就是宣布独立 呃 台湾早就有独立 他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台湾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 所以说 呃 所以说陈水扁先生在这个第二届 选 获选 呃 获胜的时候啊 呃 他就很害怕 所以他才 马上他就出了一个反分裂法 他希望陈水扁 就是宣布独立 嗯 那么那个时候呢 当然美国政府也不需要这个真正打起掌来 因为美国有底线 打仗也不怕 但是最好是不要打 呃 呃 从那个以后呢 大家就是对这个宣布不宣布独立啊 比较有一种共识 这个 呃 蔡英文先生 蔡英文总统也知道 嗯 他在这个问题上呢 呃 也不怎么太积极 他就说台湾就是我们要 要谈判 要大家坐下来谈 要对等谈判啊 就这样 他很娴熟的 中共呢 没有没有 就是很 很没有什么道理 嗯 赖兴德先生 他在选举之后的 选举结果 明朗的第一时刻 嗯 他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声明 他说在我的这个新的 呃 行政当局里面 我不搞光头 不宣布台湾独立 嗯 他也知道这一点 呃 但是呢 呃 因为没有必要宣布独立 台湾就是一个 独立自主的国家 他的名字叫中华民国 嗯 啊 这些都是非常有道理的 一些说法 美国政府非常喜欢这种 所以赖兴德不是一个 亲面了牙 他专门寻声找事的一个 呃 一位政治家 反而在这个台海问题上 呃 这个呃 中共 是问题的根源 不是台湾 是 所以说呢 说的不好听点 中共就是这个呃 这个没事找事 说的这个文雅一点 就是中共就是呃 寻信知识 啊 就是没事找事 他就这样啊 你不管怎么讲 他就说台湾有台独分子 有担心的就是台独分子 要他要搞独立 那今天说我我我我没有必要宣布独立 已经独立了 呃 呃 对 所以呢 你跟他讲就是呃 大家呢不要只是对台湾的政治领袖 台湾的人民 施着压力 说你要对中共如何如何 这个呃 妥协 要要这个 要这个 要革心洗面 保证中共 呃 跟他下一个定心丸 实际上 要给世界下定心丸的 根本就不是台湾的领袖和人民 是应该是中共 呃 中共只要说放弃武力 放弃解放 呃 祖国统一的这么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梦想 然后呢这个 呃 面对现实啊 这样子的话 世界才会这个相安无事 因为不管你怎么讲 我还是我刚才讲的那个话 他已经认定你就是台独分子 那你没办法 你怎么讲 你给他下定心丸 都没有用的 嗯 嗯 中国共产党统治啊 他是非常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 嗯 没有这个敌人 他内部就不团结啊 所以说呢 呃 他觉得他 他真是寻心之事 没事找事啊 他总之要照 群照一种 呃 这个 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 被所有的敌人包围围堵的那么一个 一种一种紧急的国家危机感 这样子的话 才能采取一系列的这个 呃 呃 措施 来这个进行整数 进行打压 呃 这个从这韩战时候去开始了 哈哈 在建国之后就一直是这样 所以说 他这个政权的存在啊 他必须要一种人造的危机感 嗯 那么 我想这个 呃 所以他想 树立敌人 那么这个 这个赖兴德先生呢 和台湾的政治领袖呢 他都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打太极拳 啊 太极拳就是你 你身手 打我的时候 我躲 然后呢 抓住你的弱点 我给你发动一些这个 这个比较这个 这个用理性 的思维 用合情合理的讲法 用比较宽大的胸怀 给你这个 反击你 所以这个 基本上就是一种野蛮和文明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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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觉得台湾是一个非常文明的社会 领袖呢 逐渐成熟 中共呢 应该是 用道理服人 不能以理服人的话 天天动武 要打 呃 指定随时随时 这个台独的亡国分子 这个无机于事 呃 这个不仅仅是对自己 没有好处 呃 台湾对中国的发展 他们要合作的话 前景是无限的 呃 台湾经济强国 技术强国 呃 中共呢 需要台湾的投资啊 那么现在 台湾都吓跑了 哈哈 嗯 跟那个余教授 其实讲了这么多 呃 基本上我觉得 可以梳理出一个 一个总结呢 就是 其实台湾的所有的情绪 其实他背后一定跟中美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 脱不了关系 而基本上 尤其是美国在某种程度上 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还记得 上一次就是余教授 拖到很晚 所以你那时候来的时候就是他还没开 然后你当时跟我们讲的就是说 为什么他一直迟迟不开呢 是因为一碗水没有端平 因为主要在等待 就当时要整出这个李尚福 魏凤和秦刚的事情 后来呢这个事情他们也的确就是处理了 然后三中全会也顺利的召开 但是呢三中全会召开了之后呢 提出了那么多所谓的改革 我基本上没有看到什么水花 然后呢一直啊就是等到什么 等到很微妙的一个时刻 就是前段时间我们知道 他突然整个中共召开了各部门的会议 然后降息降准降舍负比例 然后呢最近呢也促进了这个A股的大涨 当然这个牛市也没有维持几天啊 但是我的问题就是 那么当时按照我们当时的说法的话 当时这个三中全会是因为政治上没有肃清 那么三中全会结束之后呢 习近平其实在政治上的这个风波或者说隐忧 基本上已经肃清了 但是呢他好像政治上的隐忧没有 他的经济的改革呢还是没有什么水花 而真正的经济的改革水花什么时候建起呢 是美国前段时间降息之后 他就跟着这一波进来了 所以我想请教这个余教授就是 觉得中共他的经济上的改变 他的标准或者说契机他主要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他国内的政治稳定 还是说主要看整个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环境 是否有利于他吗还是还是其他的什么因素 对啊刚才这个三公团小姐提到上次 我在电台里面这个进行讨论的时候提到这个三中全会的问题 三中全会实际上这个中共嘛他每五年应该是开一次 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那么之间呢大概有六七次那么一个全会 那么第三次全会呢一般是比较重要的 比较重要的三中全会呢实际上人事问题当然是很重要的 他是确认就第一中全会第二中全会那个时候基本上定下来的 那么人事任免的一个格局 那么当时呢当时有秦刚和郭尚福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三中全会呢上次开的很成功 不成功为什么他一直拖呢 他三中全会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 制定和宣布最重要的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很重要 那么当然中国跟经济跟政策是分不开的 那么经济政策呢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中国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 所以他要搞一些经济政策呢对这个全球的经济呢也有很大的影响了 那么你刚刚讲的这个三中全会 他开的时候呢延迟开的三中全会的政策呢 他经济政策一场空 没什么新意 那么现在呢由于这种没有这种政策指导的这种经济啊 现在是越来越邪乎 越来越糟糕 所以他现在没办法了 现在已经到了这种崩溃的边缘地来 所以他要出台一系列的这个新的政策 这个政策呢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为时已晚 因为这个不仅仅是你的政策的问题 解决中共的经济的问题 不是通过党中央的一系列的这个政策指令 能够救下来的 现在已经是病入高荒 他的这个政策呢 他是用制度性的这个缺陷 所以说他还没有从制度上来解决 这个呢很重要 因为这个中国的经济啊几十年以来 所谓的改革开放 就是建立一种这个也是一种悖论上面 刚才我们讲这种不现实的一种梦想中间 那么中国的经济就他要他他逻辑上都讲不通的 他是要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有社会主义就不能有市场经济啊 还有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你就不能有什么特色 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啊 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你虽然没搞清楚究竟怎么回事啊 那么习近平现在又出了一个新时代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更是令人摸不得头脑 中国的经济我觉得他最近几十年 改革开放最大的好处 他引进了这个西方社会资本主义一些硬件 但他呢 企图用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软件 去和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主体的那么一个硬件 来合作生产 那么这样子的话当然是不行的 这个是所以说这就是矛盾 这个矛盾是没法解决的 中国很喜欢讲矛盾啊 所以说呢这个 你这个软件的问题不解决的话 中国的经济根本就不能有这个长足的进步 你要是要不然你就 你就搞这个完全的 这个百分之百的这个市场经济啊 搞共产主义硬件 那么当然是死路一条 现在呢你这个部门不内 你把这个表面上你又说有这个 有股票市场啊 有股票交易所啊 这些都有的 但是股票交易所 这个资本主义社会 它是建立一套 这个非常有系统的硬件 跟它完全合拍的一东西啊 你比如说 纽约的股票交易所 那么很多人都对这个上市的公司 它需要有一种信息的自由交流 它会它的账本是公开的啊 而且它的这个规则都是明显的 大家都知道的 中国的股市一团漆黑 完全中国的股市涨和落 不是根据市场的调查 不是根据大家这个公司的这个资本的雄厚 或者是它的发展的前景来的 而是根据党中央的命令 它会走向哪个地方 走向哪个方向 所以大家看着党中央的命令 所以说党中央的命令朝令夕改 所以说这个大家就当然就不行了 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些经济啊 什么股市啊 好像党中央说的话 好像是稍微有点逻辑 大家一窝蜂就去了 涨了之后党中央说这不行 这个会影响政治稳定 我们就下来 大家降温 一降温大家就做这个 做胡顺善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问题呢 当然没法解决 根本的中国的经济问题就是 老百姓现在已经 被这个折腾的 七上八下 已经被卷得够瘦了 所以说它基本上就是 对中国呢 就躺平了 对国家的政策 它也无所谓了 所以它不是说跟随你了 我就不理你了 这就是为什么 中国经济很疲软的原因 消费没有这个信心 所以说消费者没有信心 它对经济是打击是不可估量的 没有消费 就没有生产 没有生产 那就没有这个比较好的 这个就业的机会 整个社会就不稳定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共产党真正是要学这个 不仅要学西方的这个软件 而论硬件还要更加要软件 你要配合 这样是才能够长足的进步 不过呢 你要真正引进西方社会的 民主社会的软件 共产党就完蛋了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悖论 它没办法 它实际上就已经走到一个死无痛了 中共我想大概不太可能 这个完全的接受这个西方的这个民主的这个思潮了 和做它的这个经济改革 不过我倒很好奇一件事情 这边也请教这个茂春雄 就是这次中共的这个经济 这个财经措施 那么合并的去投药 这个药事算是蛮猛的 所以初期的是有看到一定的成果 可是 大家都好奇说 为什么习近平突然这个改型更张了 紧接着就冒出了温家宝 这三个字 也冒出了温家宝这个人 坐在这个习近平的边上 因此有人说是温家宝 这个他的这个想法改变的这个习近平 你怎么看呢 真的是温家宝突然间这个前任总理 他有本事能够改变这个习近平吗 中共的这个决策体系 到底你怎么看他运转 大家不要对这个中共内部的一些什么所谓的改革派啊 这个抱有任何幻想 温家宝是个亿万富翁 知道吗 这个东西中共的当官员都是不清楚的 这是一个制度的产物 所以说温家宝不可能这个产生出任何有这个非常有长足的这个有建设性的一些意见啊 他这些党员在任的或下台的他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利益 就是要保住共产党立党独裁的这个这个地位 手法不一样而已 所以说你刚刚讲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东西很好很好解释 要保证中国社会的一些这个这个经济上的长足的进步 还有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啊 你要解决很多中共这个县城之下根本没法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是公平竞争的问题 公平竞争的角度呢就是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 是不是公平的 根本就不公平的 因为国营企业是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 他宪法都是都说的啊 都我们要要以这个发展这个国营企业为主 公有经济为主啊 这宪法的保障 所以说这个公平根本就不竞争 民营企业 中共这个鲜血来潮 让你去发点财 然后他要整治你 要要要跟你这个打肤计评的时候 他就跟你收回来了 根本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 另外一个问题 知识产权的问题啊 产权的问题没有的 所以这就是大家说 中国是一个非常喜欢盗窃别人国家的 知识产权的技术的一个国家 这个是非常有深刻的制度原因的问题 因为在中国没有这种制度 知识产权的保护 所以大家根本就不用不花大钱 去搞这个研究和发展 研发 没有研发 那当然你不进去 那只好去偷别人的 这个是一种社会问题 也是一个制度问题 但是最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它不可能有宪法保障的财产权 你在中国 也许你运气来了 你发点财 发点财 你有点钱 但是你这个钱 在中国共产党里 它这个中央财政系统 和这个地方财政系统 它有权力 和这种力量 完全把你这个搜刮过去 明目 这个非常多的 但是呢 这就是没有这种权力的保障 你要在美国生活 一个州政府 郡政府 或者是联邦政府 要来没收你的财产 这是有一套法律保护的 根本不可能的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中国这个社会 表面上好像是这个 经济上有些发展 但是都是一种这个 世界末日式的 今天我要不发财 明天就不行了 所以 而且中共呢 一发了财 有点钱 就资本大逃亡 所以说每年 在这种制度下 承受的财富 都是不安全的 所以它想到的第一个事情 就是要逃跑 你知道吗 第一季度 就是最近一个季度 经济报 我看了一个数字 很吓人的 就是外逃的资本 就是capital flight 从中国到外面的 是7500亿左右 这非常巨大一个数字 就是750 billion dollars 这是非常巨大的一个数字 还是公开的数据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中国这个 没有制度保障的这种经济 是没有长足的进步的 你中央这发 不管是下达什么指令 几十条指令 这都没用的 而且你越做这样东西 也越做这样的 这个大跃进士的 这个发好指令 我觉得这个对它的经济 根本就不会有这个 反而这个力量 反而会这个弄巧成错 这个呢 我觉得经济呢 大家很悲观 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的 临时性的东西 它是用制度性的因素 造成的 已经是不可网合的 走到一条死胡同的 那么一个境况 刚才李教授讲的这个 中国经济的死胡同 我觉得应该是 很多人的共识 就是因为像刚才讲的 中共它始终面临一个根本性的矛盾 就是它一旦改革的话 它一定不会改革彻底 因为改革彻底的话 它自己就会失去它的统治的地位 然后但是呢 同时我们也看到 一直也有另外一些声音 包括最近的华尔街日报 它也在说 它说现在呢 就是中共最近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 不太可能有成效 是因为习近平本人 因为习近平本人 他对西方模式是排斥的 但是这里面其实有个假设 它的假设就是 那如果换一个人 比如像一个李克强 或者李强 甚至温家宝真的来当政的话 似乎好像中国就可以走出经济的泥沼 甚至有一个突破性的改革 但是这个 我可能会想到另一个相反的方向 那就是当年 就是戈尔巴乔夫 他就是一个改革派 然后他上台之后 他就是在大力的改革 包括这个休克疗法 包括这个500天的这些经济政策 结果反而加速了经济的崩溃 所以呢就是 这个会不会是中共 他不敢改革的原因 就是苏联的前色之间 这个东西 共产党他总是吸取这个教训 他会学历 但学历是学歪了 他觉得这个苏联垮台 是因为戈尔巴乔夫 背叛了在马克思列人主义 背叛了共产主义的信条 你刚刚说的休克疗法 还不是戈尔巴乔夫的 休克疗法主要是叶尔钦时候的 共产党垮台之后的那么一个东西 那么他这个人做的不是特别好 就转型中间 做的不是太好 台湾做的很好 日本也做的很好 在集权专制统治之后 他的这个转移啊 他是一种比较这个循序渐进的 有法律的这个程序的问题啊 当时俄罗斯呢 他这个 这个做的不是太好 也听信了西方世界的一些 这个所谓的专家 做什么休克疗法 所以现在这些人还在这个 替这些专制集权这个 这个说法 那个Tony Sack 不是那个Tony Sack 那叫什么那个Jeffrey Sack 整个就是 现在还在兜出这些 这些这些 这些这些 陈诗烂调 那么我想呢 这个格尔巴乔夫他拯救苏联呢 他确实是 拯救了苏联 后发现他拯救不了 他也不是说好像不想拯救 因为他也意识到 共产党的这个 统治啊 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他第一个觉得 格尔巴乔夫是个农业专家 他觉得 他对当时苏联呢 没有这个活力 整个基层呢 就是死属一谈 为什么呢 共产党的官僚 他们这些无能 贪婪 他说怎么办呢 那么我就要这个 进行改革 但是改革呢 它就叫选举 什么选举呢 就叫低层选举 所以他又出了一个东西叫 欧欧文叫 perestroika 这个叫restructure 叫选举 那么这样一选的话 那么共产党的基层官就选掉了 共产党基层官选选掉之后呢 那么这个经济就火起来了 老百姓就 就生产基属性就弹动起来了 另外一方面他觉得 当时苏联的这个实际生成 没有这种创新 没有这种活力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没有言 没有言论自由 没有信息自由流通 所以他说我们要开放 政治开放 所以他就搞了一个 Glasnost 开放 Glasnost and Perestroika 整个苏联就活起来了 但是活起来之后呢 就导致一个逻辑上的必然结果 那就是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垮台 所以说苏联的垮台 是历史的必然 是人性复归的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所以说转型到 是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呢 我觉得他们做的不够 才导致现在的俄罗斯的经济的问题 但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 这个社会的问题啊 比如说这个酗酒啊 还有这个就业啊 这些问题都都 还有他当时的这个苏联的 国营经济啊 军工产业啊 没有比较恰当的转向民营方向的转移啊 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这个做的不是特别好 但是总的觉得中共啊 学历史学歪了 既是搞一些这个 学到一些非常不好的一些 得出错误的结论啊 所以说我倒是觉得呢 这个但是有的时候呢 他学了半天呢 他也是跟历史的逻辑的对抗 你比如说中共他搞这个 经济特区 这个经济特区怎么来的 不是邓小平的什么设计师 邓小平没有什么思想非常僵化的 他是怎么来的 因为当时苏联啊 他在那个六十年代末期 七十年代中心的 他就觉得 苏联这个经济就次障 stagnation 也上不了也下不来 所以当时苏共领导人觉得 这个我们要引进点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东西呢 在市场经济呢就有危险 所以他搞了个试验 在什么地方试验呢 在匈牙利 所以匈牙利呢 就是苏联系统的经济特区 然后对抗平改革开放之后呢 这个觉得我们不能完全走资本主义的闹路 那我们要向苏联老大学学 但苏联老大学学呢 他也不好意思去公开说 我们出来学了 所以他就 当时因为这个 这个George Soros 在中国搞了一些很多这个 就是NGO了 然后呢赵紫阳下面这一批经济学 都是这个George Soros 就是Open Society 开放社会的这些 这些非常经常的一些人 所以说呢 由这个George Soros 这个匈牙利的这个美国人 投资家 把这些人呢 跑到匈牙利看看 大家回来 大家开眼睛可以 我们也搞经济特区 这就才有蛇口 这就才有深圳 那么这样子的话 当然这个 深圳蛇口一发展 就很迅速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央 一个绿洲 一个Oasis 那么这个绿洲里面 发展得很快 那么这样子的话 那么它就导致 这个中国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 民营经济飞速发展 到习近平时候呢 已经造成了这个经济的奇迹 那么他觉得这个 劫富济贫的机会来了 然后就是搞一些 这个 这个 回到了共产主义式的 那种经济的模式 我觉得这个呢 中国的经济呢 还是我刚才讲的 不能一半资本主义 一半社会主义 然后以公用经济为主 这样子的话 终究是死路一条 刚才阿兰 请教了这个 您有很多 有关这次这个中共 他的一些经济的 这个 改革的相关的这个措施 跟他 您所提到的这个 走不出的这个死胡同 在过去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曾经访问过 其他的几个专家学者 他们大概 都会有一个无奈的看法 那就是 当我点到 这个美国华尔街 比方说 在这次这个中共十一 这个国庆前 他们采取的这些刺激的这个措施 当股市破纪录大涨的这个时候 我还记得彭博 他们发布了一个新闻 说 华尔街人士担心 赶不上搭上 这一波 中国股市大涨的这个列车 其实这种 态度或这种情势 或相关的言论 已经不止一次了 我想请教 就是在这个美中情势 这个经贸情势 紧张的这个状况之下 在华尔街总是会有一股势力 那么这股势力隐隐约约的 会倾向北京 或者认为中共的这个单一的执政的 这个环境是有利于他们能够 获取利益的 像这种状况 对于过去这个白宫那么相关人士 在进行对中政策的时候 有没有造成任何的这个困扰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看法没有 现在这种情况下 还因为中共这个 几天之内的这个股市大涨 习近平宣布一些这个 所谓的比较这个良性的政策 而继续向中国投资的这些 华尔街资本家 已经是没有人了 傻瓜才能这么做 因为他这个东西 大家都是意识到 这不是一般的简单的这个 自由市场的涨和落的问题 这反映出中国的这种 基本的政治经济学 他已经走到了一种 他的逻辑上的这个结果 再也不能自己赚钱了 因为你这个 中共用国家的力量 来打击民营企业 用国家的力量 来支持一些中国的大公司 像把世界上的一些 基本上很重要的这个市场 垄断 比如这个电动车 像这些东西呢 还有电商 他也想这个垄断全世界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大家都看到了 中共这个经济 和政治之间的 它的这种本质 它的动因 这不仅是华尔街 现在这个基本上 华尔街你看 他现在这几天 他还出台那么多的 这个比较这个 基本上就像世界末日式的 那种政策 想挽回他的声誉 没有多少人进去 华尔街继续往外撤 我看到最新的数据 华尔街基本上 还在往外跑 不仅这样 台湾也这样 我们现在的台湾 你知道吗 台湾这个 由于中共对这个台湾的打压 它经济已经是 对台湾的商人 已经没有什么这个吸引力了 台湾和中国的贸易 贸易额 在中国的投资 以前是大概 疫情之前几年 它是80%到80%左右 投资都在大陆 现在没有了 这个今年第一季度 全台湾海外投资 到大陆的 只有11%左右 那么第二季度 我刚刚看到一个数字 又继续往下降 降到8.7%左右 台湾那么一个经济的 有投资前景的 那么一个国家 它到大陆投资的热情 已经拒减 只有8.9%的 那么一个海外投资 总额 所以说我觉得 中国的经济 它不仅仅是 对华尔街 没有太多的吸引力 对台湾也没有吸引力 香港更不用说了 香港已经沦陷了 资本家都跑光了 我想再由香港的这些资本家 到大陆去投资的人 肯定数不过来 根本就没有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它是 这种 共产党的这种 治国逻辑 已经走到头了 以前呢 它全世界骗了几十年 中共它也知道 所以它说 它知道 柳朝一日 它这种骗数 会被揭穿 所以说它在没有被揭穿之前 它要抓紧时间 加紧建设 重建自己的军队 建设的经济力量 在中国有个词 这叫战略机遇 它说我们要抓紧战略机遇 在我们没有暴露之前 赶紧发展 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说我觉得 他要这个 习近平呢 正好在这个时候呢 他觉得我们战略机遇 已经抓住了 我们东升西降了 我们力量已经 脂肪营硬了 所以我们要挑战全世界 我们要建立 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是那么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今天我们在短短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其实可以深刻的感觉到 感受到这个余茂春教授 他这个言无不尽的这种热情 我们也希望在未来 这个最近的时刻里面 能够再邀请这个余茂春教授 带我们节目来 特别是美国总统大选 这个迫在眉睫 未来的这个国内外的政治情势变化 还是很大的 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再听听这个余茂春教授的 一些这个忠告 那么特别谢谢全球观众朋友 收看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我们锁定我们频道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谢谢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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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